项目 报表里面要增加 除了总分、平均 它的最高分是谁? 最高分 如果你会发现好像最高分 我刚看一下 是不是我打错没有 真的有小伐这个人都最高分 那你也可以改一下 我刚以为是我打错后来改 OK,没错 就应该程式没有问题 那可是你要增加那个项目的话 我在想用什么方法最简单 当然我们前面有提过 就是说你可以用那个什么呢? 在串列里面有个方法 叫做什么呢? 叫max或叫mini 可是问题是 它只能够抓到那个串列里面 最高分跟最低分 但是它没有办法 又另外一个属性 或另外一个结果让我知道说 它是第几个 如果它是第几个 那我知道我就对应到 它的那个名字就可以 问题没有 找一下里面好像也没有 这相关的这个方法跟属性 所以怎么办 如果没有那就只好自己来了 那怎么样做最简单? 后来我想了一下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 在这个地方 第一个 我要得到是国文 英文、数学 所以我就建了三个变数 这三个变数 就是他们将来要放最高分的变数 所以我取名叫bmax 绿色值等于0 cd都一样 另外的话我要知道那个名字叫什么 因为我要取的这两个 最高分几分 然后是谁 这两个讯息 所以我就取这三个 但是有时候太长的话 其实你之前我记得java里面可以这样用 你可以把这个搬到这边来 等于0 这个也可以搬到这边来 就是说怎么样 它可以全部串在一起 那自串的话也是一样 还是这样子 串在后面 意思就是说 他们三个的初始时 都是一样的 都是0 都是这样 这样写ok 但是呢 请注意一下 串列并不支援 因为串列是要开心空间 因为你开你的我开我的 你不能说我们都在一起不行 ok 所以串列不能这样用 ok 不然我刚刚就这样用了 ok 我是很想要把它弄短 但是我试很多方法 没有把它 你们想想看 看有没有高人 有没有可以把它弄短一点 不然看起来这边好像站了四 没什么意义 另外刚刚的话呢 这边如果说你的 好像有根目录啊 好像是不是有根目录 不一定要在的小 刚好我同学都遇到这种问题 如果 因为我目前是在低谍底下 没有根目录 好像不加这个ok 如果说为了保险请建 刚才你都加好了 不然刚刚好有同学 就是读取不到 可能会有 在下一层子 目录就会有这个问题 好 那再来的话呢 我们就见了三个变数 这个是放最高分的 这个是放它的名字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是每跑一个回圈 那跑回圈的同时做什么 当它要新增那个成绩的时候呢 那我就顺便做什么 做逻辑判断 判断什么呢 它是不是最高分 如果是就帮我留下来 并且把它同样位置的名字也记下来 所以城市三行就搞定了 应该知道怎么写吧 哪个一幅 一幅什么呢 一幅那个值 有没有大于 那个最大的那一个 那哪一个值 就是我现在增加的这一个 有没有把它转型 转型完之后 这个有没有大于 我们现在新的这一个 那因为第一次一定会是硕啊 有没有 那如果是true的话呢 我要做什么呢 我就把那个留下来 那个怎么留下来呢 就是把那个值 那个值放进这个bmax里面 就是两个再颠倒一下 有没有 如果它 就是你要新增的这个值有没有 比之前的那个大 那我就把它放进来 所以第一次一定会放 那第一次是多少 第一次 国文成绩 假如说第一次的话 应该是八十几分吧 如果那个八十几分的话 那当然就会先把它放进去 下一个的话呢 你又跟它比 如果比完之后的话 没有比较大 那就一样保持原来的 如果比较大 那就留下最大 有没有 所以第一次先抓八十 然后呢 就把什么八十这个成绩 有没有 先放进去了 下一次再跟五十八比 五十八比较大 没有 没有就不会 不会跑这个逻辑 所以呢 只会跑第一次 下面都不会 所以基本上就留下八十分了 应该可以看懂这意思吧 那再来的话 就是说 那我怎么知道它的名字叫什么 很简单吧 其实那个bnam有没有 就是跟它那个i的指字一样的 所以基本上的话 我们这个地方可以把那个bnam 等于有没有 这个 直接搬到这边 那因为是跟它一样的位置 所以把这个list里面 其实只是把什么 把那个编号 改成什么 改成零就好了 有没有 有没有 同一个位置 的前面那个就是姓名 就把姓名记下来 这样就ok了 应该可以看懂吧 这逻辑应该够简单了吧 实在是想说说更简单 如果有更简单的 欢迎再跟我讲一下 真的 有时候程式真的越写越精简 越写越好理解 ok 比如说不是要你们背 背也背不来 ok 那这样的话 就产生了我们的最高分 跟它的名字 最后的话你就把什么 最高分有没有 把它放到这边 最高分是这个 姓名叫这个 那我用豆点好了 因为豆点比较简单 那一样的方法 就是再产生什么 C 再产生D 其实 你不用重写 这会复制贴帐就会了 对吧 如果这个ok了 底下怎么来的 很简单 Ctrl C 然后把这个什么 Ctrl V 那改什么呢 这边改成什么 改成C 其他的话 这边应该是跟第几个 成绩的话 这应该改多少 二嘛 零是那个姓名那一栏 一是国文 二是英文 三就是数学 ok应该可以懂那个逻辑 所以我们只要把这边再改一下 ok然后这边再改一下 这边再改一下 大功告神 有没有 那第一怎么改 Enter一下 所以其实有时候 你只要写一个 其他就照着贴上去改它就可以了 如果你 所以有时候城市很多 可是这么多 当然你也可以 一般再自定函数一下 不过我觉得自定函数好像也没有比较精简就算了 反正反而更 所以你要想城市真的怎么写 之后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维护的问题 你不是说写完之后 像有些人就很喜欢包来包去 这个包这个 这个再包这个 这个再包这个 一直包下去 哇 好多层 最后根本太复杂了 所以我干脆把它写成我看得懂的方式好了 不然我以后要维护这是一个大问题 那这边把它改成三 这边把它改成低 然后这边改低 大功告成 有没有 没有什么东西 最关键就是这个三行 后面就是call的 然后底下的话 就是在怎么样 在把这个东西的结果输出 所以这边又比一个多一行 那里面的话国文最高分是这个 姓名冒号是这个 OK好 那依实类推 就是英文 这少改一个 这边应该是数学 没有贴到 这边数学最高分 好这样的话 最后我们再run一下 应该可以看得懂了 然后我们就把它执行一下 看得懂得OK 执行 有没有看到 那这边的话 最高分八十 八十五 七十 是刘小华 那我刚刚本来以为是不是我 诚实有错 后来发现 好像不是 因为本来刘小华 就是最优秀的 因为他说最高分 可是问题我将会有误解 所以我刚刚就试了一下 我就怎么样 把它改一下成绩 那改的话你可以 其实这边好像也可以直接改 我就把他这两个英文改成 五十五分好了 这边也把它改成五十五分 让他换人做做看 OK 换人好像也比较好嘛 因为我刚刚坐这车 才跟司机聊之后 发现他停不下 徹噠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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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因为它证词好像换个人 好 算了 不是重点 好 改一下 改完以后 看一下有没有结果 好 换个人看看 直接执行一下 错了 编码方式 UK 我刚刚这个把它 把它儲存了對不對 它好像直接把它存 把它關一下看看 因為如果在這邊 直接不要儲存 我們如果要改的話 我還是建議你用那個 就是記事本改 不然的話你用那個 Excel 它會自動加一些 它有改了 我看它編碼方式有沒有變 另存心檔 它把它改了有沒有 如果Excel 它就 我剛才改成 YouTube 8 好了 所以Excel 它就是會自動幫你改成 AMSI 就是微軟的自己格式 那種編碼方式 所以就改回來之後執行一下 這樣應該 Podel Range Append 現場應該是 OK 的 嗯 嗯 有什麼地方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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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我再看一下好了 因為如果說要 Debug 的話 可能就是在把這個東西 Pred 剛剛我 Run 了一下 OK 所以最後看到的結果應該是這樣子 就是 看到的結果應該 Run 出來就長這樣子 是正確的 好啦 畫面先還給我試一下 OK 所以重點的話就是 呈生就是六個變數 有三個是紀錄那個最高分 三個是紀錄它的名字 那如果你為了節省那個空間 行數的話 其實你可以全部串在一起 讓它出子值全部等於零 出子值全部等於空的 欸 這樣感覺會少很多行 再來就做邏輯判斷 剛剛齁 用 E-Sale 之後 趕快就壞掉了 我剛剛一講 把它刪掉 我重新下來 馬上跑 OK 所以有時候啦 乾脆 經過 E-Sale 用過的東西 你就當成 趕快把它砍掉 它已經被污染了 這樣比較快 不然我說 我說 有時候真的你不要鑽這條件 真的 你就是 做對的動作就好了 你不要再想說 如果我做錯的動作 那我要怎麼去把它 再把它導正 已經導不正了 我覺得 你乾脆 就是把那個檔砍掉就好了 那為什麼經過 E-Sale 它的檔 弄過以後 檔案壞掉 這個問題 我想我們 不是重點啦 所以我覺得有時候 真的那個問題 不用裝那條件 重點是把那個 要看到的正確結果 看到 比較重要 OK